定期定额投入大家喜爱的高股息ETF 0056跟00878会得到什么样的成效 风哥跟你一样好奇 赶快来看 大家好我是风哥 欢迎再次收看投资的1001页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 以0050台积电赵峰金来试算 长期定期定额的成效后 受到热烈的回响 其中更有不少纯股族 对于一些知名的高股息ETF 或高股息股票的长期成效也很有兴趣 但上一集碍于片长我们没有介绍到 这一集我们就继续来研究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 纯0056、00878 以及大家喜爱的金融股玉山金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定期定额的年化报酬率该怎么算 为什么藏在一般的网页上试算 所得到的定期定额年化报酬率 看起来会那么低呢 首先我们来看 原大高股息0056 它是定期定额交易户 排名第二高达12万1626户 仅次于0050 它也是一档非常老牌的ETM 从2007年12月上市 大家看这个时间就应该知道 真的生不逢时 因为隔年就是2008年 金融还笑的大空投市场 不过投资一开始就碰到空投市场 也不是坏事 因为有句话说 新手赚钱大不幸 这不是说新手就不该赚钱啦 而是提醒新手 你还没有真正领域到市场的翻脸无情时 很容易就把投资看得太容易 结果一下子就压身家 搞到后来翻身困难 回头来看0056的定期定额累计过程 计算期间从2008年1月起 那真的是一进场就赔钱 隔月亏损5.7% 接下来随着股市的反弹 有小赚一点 接着大熊市来了 在2008年的12月 最大亏损幅度达到35.4% 不过很幸运 股市在2009年的春天落底之后 绩效也开始反转 在2009年的5月 0056终于开始赚钱了 从此之后波动相对比较平稳的 0056就没有再赔钱过了 他在2011年欧债风暴的熊市之前 绩效最高来到正41.2% 那在2011年的熊市的时候 最低下降到14.9%就止跌了 然后在2015年的路股大跌时 绩效最低下降到9.6%就翻转向上 此后的获利幅度虽然不算大 不过都还算平稳 那在2021年的5月 最高来到89.4% 之后又翻转成空头市场 到2022年的7月从高点又回挡到54.9%的报酬率 不过提醒大家 因为0056是高股息的ETF 那我们这个计算的股息 并没有投入在买股 所以对绩效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从累积的股息来看 也是相当可观的 从2008年的1月开始投入 到2022年的7月 总投入本金是175万 累积的股息是73万8千 账户累积总价值是271万1千 累积的张数达到71.7张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股票张数 采用2021股利年度的0056股息水准 1.8元来简单试算 那么2022年度股息水准 会有机会达到12.9万元 不过如果按照一般的预期 今年0056的股息水准 有机会改写新高 那就有机会领到更多的股息哦 不过实际的股息水准 我们还是要以官方公布为准 0056是台湾高股息ETF的鼻祖 但这几年新的高股息的ETF也不少 而且单以定期定额交易户的成长幅度来说 成长最快的其实是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它从今年1月到6月的成长幅度 居然高达75.4% 人气可谓爆棚 那Smart支付团队也常常收到投资人来询问 关于00878的各种问题 它会这么热门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它是继配席 对于爱领席的国人来说 虽然全年度还是领一样的钱 但是继继有钱领 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第二个选股是兼具ESG跟高股息这两个热门题材 特别是它的高股息平定标准 综合考量了当年度跟过去年度的平均股息率标准 追求尽可能稳定的股息收益 这一点对喜爱稳定收息的投资人来说是一大诱因 第三点 它的总费用率在台湾的ETF中算是比较低的 2021年的总费用率是0.57% 那总费用率就是经理费 加上一些交易成本 还有各种杂项开支 有些ETF的经理费不高 但总费用率却会偏高 这就是投资人平常容易疏忽的 而长期来说 像是市值型或高股息型的ETF 它的目标是长期投资 它的费用率对于长期绩效的影响蛮明显的 这一点是投资人应该要注意 尽管00878是在2020年7月才上市 成立时间比较短 做定期定额试算的参考性也比较低 不过我们还是来帮大家算一下 扣款时间就从上市的隔月 也就是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 直到2022年7月1号 在这个刚好24期 也就是两年的扣款期间内 00878刚好是从熊市的尾声进场 然后进入一波牛市 接下来又碰到今年上半年的熊市 以这个扣款的绩效曲线 定期定额存00878 它一开始是小亏的 然后在第五个月开始转正 然后在2021年的5月 报酬率最高来到22% 不过这并不是它的股价最高点 股价高点跟总报酬率不一致的原因是因为 它在扣款初期滚入的本金对累积报酬率影响比较大 因为分母变大了会稀释报酬率 以这个时间点来说 累积的本利盒大概是12万2000 但每个月还会再投入1万元 相当于本利盒的8% 所以如果用前面0056的例子 存到2022年7月的时候 累积的本利盒已经来到了271万1000 这时候每个月再滚入的1万元 只相当于本利盒的0.37% 那这个比例就很小 本金稀释的效果也会大幅变效 当本利盒滚到很大的时候 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 几乎都来自市场的波动 而不是滚入的本金 那么00878的股价高点是在何时出现呢 在2022年的2月 它来到19.78元 之后就除息又碰上大盘走空 就一直没有能填息了 报酬率也跟着走低 在2022年7月1号的时候 居然降到只剩2.4% 股价剩下16.67元 眼看着 绩效是要邮政转付了吗 还好7月下旬开始反弹 8月1号的时候 股价来到16.94元 可这可以说是让00878的投资人 暂时松了一口气 上一集我们有特别提醒定期定额的投资人 在投资的前期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定期定额报酬 邮政转付是可能会发生的事 你要先做好心理准备 才不会当你看到这个状况发生时 就惊慌失措 怀疑自己的投资方法是否错误 老实说啦 如果是风哥年轻的时候 看到报酬率这样波动 心里也会很不安 其实你没有比较特别 投资新手都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 熬过去管制好你自己的心态 你才能成功 看完两档ETF 我们再来看金融股投资者喜爱的玉山金 他是台股定期定额交易户第三名 仅次于台积电跟赵峰金 上一期我们已经试算过这两档 那本期就来看一下玉山金的状况 刚好他的股性特色 介于台积电跟赵峰金的中间 台积电是成长股 赵峰金是收息股 而玉山金有一点成长 但不如台积电 也有收息 但不如赵峰金 可是他的成长跟收息 平衡的结果 长期绩效很不错哦 我们来看一下 统计时间呢 就是根据0056 所以绩效曲线的轨迹 也是跟0056有一点类似 先下后上 而且他最惨烈的时期呢 2008年金融海啸 金融股刚好是正央所在 所以玉山金在2008年11月来到 负39.9%的最低点 而0056在这个下跌波段最惨到 负35.4% 我们可以看出玉山金因为是单一个股 所以绩效比较波动 他现在2009年的6月转正 隔月又转负 那到2009年9月时 亏损甚至扩大到10.5% 但0056来看呢却相对稳定 他从2009年5月翻证之后 就没有再进入负的绩效 玉山金则是每次碰到股灾 绩效就有比较大幅度的波动 比如在2009年10月 玉山金的绩效一度来到正27.5% 但隔年3月又降到只剩8.1% 2011年初的时候涨到77% 2012年的1月呢却又掉到只剩13.7% 所以说呢这真的心脏要很强 才顶得住这样的波动 那在2013年之后 玉山金算是获利比较稳定的 占上50%以上 2022年的5月最高来到280% 股民很开心 还好虽然玉山金股价上上下下 但配息却是稳定走高 如果你存到今年的7月 股息来到最高的12390元 只比同期的0056的124000元低一点点而已 但同一期间的总报酬率 也就是价差加上股息 那股息没有再投入买股 到2022年7月的时候 玉山金的累积总报酬是256.8% 远高于0056的54.9% 这是因为玉山金过去十多年 它的成长性表现不弱 而且配股又配息 但股价却还能一再的创新高 但同样的考量到高股息标的 定期定额的股息没有投入买股 对绩效影响比较大 我们就帮大家试算 同一期间如果单笔投入 且股息再投入买股的报酬率 0056是105.9% 玉山金是482.9%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不过还是要再强调 单笔投入跟定期定额的总报酬率 不适合拿来直接比较 因为两者实战情境不同 上一集我们有详细说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 另一件事是有观众提出疑问 为什么用定期定额的总报酬率 在一些网页试算年化报酬率会非常低 这里要请大家留意 单笔报酬要换算年化报酬率 它是比较单纯的准确的 但大部分的网页试算 在计算定期定额的年化报酬率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错误 因为年化报酬率要考量 一笔资金的投入时间长度 但定期定额是多笔资金投入的时间长度不一 正确的算法要用Excel的Rate这个函数 根据滚力的不同时间来计算 大家可以参考Smart这个网页 而且如果每次投入的金额不同 比数又多 处理上就更复杂了 需要输入每笔不同的现金流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讲 并没有必要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最后总结今天的学习 第一个 定期定额高股息ETF 例如0056 虽然累积绩效比较慢 但波动确实小得多 比较能让你睡好觉 那玉山金就兼具了成长跟股息 波动也就大得多 但长期来说 成长性高的标的 总报酬率仍然会比较可观 第二 近年流行的高股息新欢 00878 他正在经历他上市以来最严峻的熊市考验 未来这一两年才是考验你能不能存下去的关键 第三 定期定额的总报酬率 若要转为年化报酬率 要用正确计算方式 以免产生很大的误差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